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胡赛英 在星期二发表声明 对中国打压律师还有维权人士 表达了关注 在声明中说呢 律师们绝对不应该因为履行职责 而受到起诉 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制裁或恐吓 那么胡赛英也呼吁中国当局 立即释放 无条件的释放所有人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中国驻联合国的办事处 也随后做出了回应 中方称呢 胡赛英所提的个案 都涉及违法犯罪活动 这与侵犯人权和自由无关 并且指外界呢 是选择性片面主观的 来看待中国人权问题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也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 对此做出了说明 我们下面就来听听洪磊 是怎么说的 人权高专对中国内政 进行无端指责 既不专业也不公正 中方坚决反对 绝不接受 中国是法治国家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任何人触犯了法律 都要受到法律的惩处 我们希望人权高专 客观地看待 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 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 那么继续呢 我们就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 邀请在香港的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执行主任陈女士 来谈谈 她对这两天发展的一些看法 陈女士您好 您好 您好 我们先来看看 联合国人权专员 他所提的这些声明 点出了许多的问题 他到底点出哪些问题 那么联合国的这项声明 能够产生多大的效果呢 首先我们是非常欢迎 联合国在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放松 对整个律师打压事情的 一个关注 然后这一次的评论呢 也是比较传面的 它不光是讲律师的情况 也讲到整个公民社会的发展 然后那个新闻自由 法治的一些情况 它也涉及到香港的一些问题 那它也非常有 能够指出一些核心的问题 比如说中国政府 把那个律师的工作 跟合法的一些权责 跟这个公民继续 跟安全所受的威胁这个问题呢 混在一块来谈 那这正正就是目前 中国政府常常利用 就把国家安全利用 成为一个侧口 然后呢 来把律师跟那些维权人士 做一些无理的打压 那我们觉得是 这个是一个非常 怎么讲 很强的一个声明 是 那么我们来看看 中国方面的回应 陈女士 实际上中国的回应 其实并不令人意外 不过其中我注意到 他把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 形容为是一个律师和访民 相互勾连 姿势扰序的重大犯罪团伙 那么这到底是不是预示着 这些被捕的这些维权律师 很有可能遭到当局 非常严厉的刑事判决呢 对的 目前其实 你看的话 目前呢 起码有十位的律师 是被用这个国家安全的罪名的 那这些国家安全的罪名呢 有一些罪高是可以去到 一个中心的 无期徒刑的这个 这个侵犯 那所以这个 未来的 这些发展呢 我们是要需要 非常的关注 那 中国政府当然就说 这个问题呢 涉及到 或是这批律师呢 或是维权人士 涉及到一些刑事 的 法律的问题 我们不要求 任何一个人有特权 如果是有办法的话 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 这些法律的责任 问题是 在目前的情况 我们看得到的 实体的 罪案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明显的这个 司法程序 公众的问题呢 是完全被政府 违反 那我们更关注的是 在这个阶段 如果你没有 司法程序的 公众的话 我们怎么能够 确保你往后的 那个司法裁判 是一个公众的裁判 那 司法程序 正义方面 我们目前 到目前为止 讲了半年有多了 就是从事情 发生到现在 包括 会见律师的问题 目前最新的发展是 这些律师 是被无理的 开除 就是单方面 政府说 你不代表 这些 被驱留的人了 那 政府这个说法 单方面的说 其实呢 也违反他自己 在2014年 年历的时候的一个 我们叫那个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依法保障律师 职业权利的 一个规定里头的 第三条 就是 如果要解除 一个律师的委托 他必须是 当事人的 当面的一个 一个 一个确认 但是目前呢 没有 完全没有这些程序 所以没有见到律师 没有 不能够自由选择律师 还有就是 那个 主要是 这两点 先说这两点吧 就 他本身就已经是 违反自己的 从事正义了 所以这个 对他目前的讲法 我们是非常大的 保留 然后也觉得是 不进不实的 一些说法 是我们也要 持续来关注 这些维权律师 他们未来的 这个命运与发展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中国维权律师 关注组的陈女士 来到美国之音 那么有关于 联合国官员的 这份声明 还有中方所做的 一些反应 美国之音的 中文网上 我们还有更多的 详尽报道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中文网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